第一個就是說,像這個有個問題05的一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裡面的總共會有2500筆記錄 然後扣掉一筆,就是欄位部分,就是2499筆 那在裡面的話,如果我今天需要查詢業務 那以往就是可能會有這麼多業務 那我不知道有幾個啦 我其中我想要查哪一個 那我的需求就是說呢 最好是有個功能,它可以自動幫我把老王好了 老王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把所有有關老王的相關資料 都幫我放到那個工作表裡面去 那如果說我將來希望查另外一個菜頭 也可以自動幫我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我可以類似有這樣的需求 我想你工作裡面難免一定會有查詢 當然呢,除了可以查業務之外 可不可以查建檔日期 比如說某一個範圍到某個範圍 某一個產業別 某一個產品 或者是總價啦 時間這些都一樣 然後或者是客戶名稱 有沒有辦法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想到說 在Excel裡面 其實用函數的話 函數 其實你或者不用函數啦 你用內建的功能 也許你可能就需要怎麼樣 大概你可能 一般就怎麼樣 要找老王 那你可能先做排序吧 對 把它全部排序 或者是說你用什麼 用資料裡面有個叫篩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應該前面有沒有 有 有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這個篩選 你可以篩選這個 哪一個人的名字 其實篩選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游標放C1好了 篩選一下 那上面會有個箭頭 會出現文字篩選 你可以用包含 包含的話就是關鍵字啦 或者是說你哪一個人 你可以用這邊打勾 老王就可以了 按確定 老王的資料就出來了 但是呢 它篩選完之後 它沒有辦法幫你怎麼樣 把它放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你變成說你要手動啦 手動再把它複製貼過去啦 不過也是麻煩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次性的就完成 當然最好 那各位等一下也可以使用一下篩選 你看建檔日期有沒有 如果它上面 假如裡面的資料 這一欄裡面是日期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會是日期篩選 如果它裡面是文字的話 就文字篩選 那如果這個裡面是數字的話 像這個 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數字篩選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它可以針對 不同的資料 的性質 會給不同的篩選方式 那可以篩選的東西非常多啦 也就是說從這個地方 可以變化出非常多 說真的啦 這個地方 如果跟資料庫比起來 其實 並不會差太多 因為資料庫裡面 一般如果你要做查詢 你大部分都會用Seqo語法 那下Seqo語法的話 那其實對各位來說也是難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一種語言 有點像寫程式一樣 那 以Seqo裡面的話 如果你懂得用篩選 你根本不需要做 下任何語言 你也可以查出你要的 在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 那 可是問題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次性的 快速幫你做完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 假如說我今天 需要查的是什麼 查的是業務 那個叫老王 那你旁邊假設 不過這個地方 也只能用VBA 其他我想 用函數 用其他的 都要做很多次 才能完成 很麻煩 所以如果說 將來如果你要查詢 也許我將來做一個按鈕 放這邊 按下去之後 請輸入你要查的業務姓名 那我就把老王 老王打上去 假設我今天要查的是老王的部分 那我就把老王 OK 那當然如果你是包含的話 你打個老也可以 老什麼老什麼都會出來 那因為我是要找老王 那我就打上老王 按確定 那我就可以 在這個下面 幫我先用篩選 查完老王之後 把老王的部分 複製貼過去 再回來 回來 再怎麼樣 把原來的狀態 恢復 那就完成了我一個 一個cycle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 這個VBA裡面 第一個是 取得你這個名稱 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他幫我查完了 那你會發現老王 全部在這裡 那你想說 那我要查別人 對不對 當然可以啊 你要查什麼 查菜頭 我再demo一次 菜頭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按鈕好像變小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因為你一篩選之後 這個地方有個篩選 那你一篩選 假設你只留那個菜頭好了 你會發現 那因為按鈕 會隨著那個什麼 隨著這個大而大 隨著這個小而小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篩選 按鈕 又把它恢復的話 這個按鈕 會有時候大 有時候小 所以 特別是如果將來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怎麼辦 我換一個看看 有沒有要變小了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要把這個按鈕變小 很簡單 這個按右鍵 有個控制 控制項格式 這邊有一個選項 摘要資訊 這個地方有個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和改變 如果你將來 這個後面 後面還會再講 就是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和改變的話 它就不會變形了 我把它拉大一下 OK好 那我們來找一下 假設我今天 換一個人換菜頭 按個確定 菜頭又幫我查出來 放過來 菜頭在這裡 所有的菜頭 通通在這裡 不會有其他人 就只有菜頭的 那這個時候 當然你可以再做後續的 你要針對這個業務人員 去做後續的報表 那你就可以再去統計他的資料 至少可以讓你省掉很多的時間 那你想說 這個到底怎麼做的 基本上 第一個 也是做錄製聚集 跟那個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資料的那個合併 我們合併之前是怎麼樣 先做一個 錄製聚集 然後再把它外面 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也有點類似 這個裡面的話 大概會是這樣的做法 第一個 我們把那個 我把程式碼部分 這個在我們資料 雲端上面有那個 問題05的資料查詢 這邊有個程式碼 在這裡 那步驟部分的話 我有把比較細節的放在這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有1 到8 有8個動作 也就是說 這8個動作呢 就是我錄製聚集的動作 那我demo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什麼 油標放B1 那你放C1也可以 這個位置 只要是在第一列都可以 第二個的話篩選 複製 複製 新增工作表 這個地方有個點內是改名稱 貼上 欄寬調整 切回去 問題05 取消篩選 所以有8個動作 那基本上怎麼錄製呢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 我這邊 假如說我用菜頭的部分來demo 那基本上就是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錄製聚集 所以第一個 開發人員要叫出來 錄製聚集 那聚集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 改個名稱叫篩選業務 OK按確定 好 接下來呢 油標放B1 或C1都可以 然後做什麼呢 做 資料 篩選 這邊點一下 找到那個 比如說菜頭 按確定 當然你也可以改這個 用包含 兩個錄下來的東西 會有點不太一樣 你可以錄兩次兩個 比較看看 那我是用這個地方 用等號 按確定 好 然後再做什麼呢 油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再Ctrl C 這個應該OK啦 主要是把你篩選出來的範圍 做什麼 資料複製 再來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就是Shift.add 到Shift.com 把名稱更改一下 改成叫菜頭 所以這邊的話 把名稱改為菜頭 油標放A1 貼上 做什麼呢 再來 常用裡面有一個 格式 讓它怎麼樣 藍寬自動調整一下 藍寬自動調整 藍寬自動調整 OK 再來切回到 問題05 因為現在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把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一定要取消 好 取消之後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需要 再回到那個 A1也可以啦 你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回到A1 點一下 它就恢復了 這個cycle就完成了 錄完之後記得把開發人員裡面的 停止錄製 停掉了 那剛剛錄的聚集呢 就在這裡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註解這邊 習慣先把它刪掉 那這邊不是有聚集1嗎 改一下名稱 那基本上我的動作就是 1 做什麼 油標放C1 2 做什麼 就是 按一下資料裡面的Auto filter 實際上就是什麼 篩選 有沒有 關鍵在這裡 菜圖 有沒有 Field 第幾欄 實際上這個3指的是什麼 要篩選的欄數 3 就是指的是第三欄 OK Range指的是什麼 你要篩選的範圍 剛好是2500筆 當然呢 如果你將來的範圍 不只2500筆 你這個數字 可以做成活的 自己去看看 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可能會多也可能會少 不一定是固定2500 不過這個地方是可以 做一個彈性嘛 比如每一次你去偵測一下 最下面那一列在哪一列 他就會自己幫你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做查詢 然後再做什麼呢 A1 這個地方就是要做什麼 3就是可能就是 做那個選取嘛 A1 然後做Ctrl Shift向右向下 複製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Copy 這個應該 我想這個裡面應該 這應該看得懂啊 Copy 然後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 這個 Add 這個 Shift指的是工作表 Add指的是什麼 新增工作表 Add指的是前面還是後面 那我按下新增是在後面 這哪個後面 Shift 這個後面有個數字 Shift 意思是說 在最後一個的後面 幫我新增一個 那名稱的話 這一行可以刪掉 新增的那一個 其實就最後一個啦 所以一般性是這樣 會把Shift.com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名稱叫做菜頭 然後再來 其他的話 就是第六 其他我想都差不多啦 就是 把這些稍微改一下 請各位試一下 就錄製聚集 並且做修 這邊的話其實有什麼 Auto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捲動 都會自動出現 因為這個可以把它刪掉沒關係 好 然後最後修改完之後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上面這個 就類似像這樣 那 因為以後要查的 不是只有菜頭 可能會是其他 人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 增加一個什麼 Input Box 丟個X 也許菜頭 然後這邊的話 Criteria 把菜頭改一下 名稱改一下 所以最後改完之後 只是再增加什麼 一個Input Box 把Criteria裡面的這個 三個地方改完 就完成我們的 業務篩選的動作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再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篩選業務的按鈕按下去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 篩選出我要的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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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